台南環保局人員 端午節一早加班 出動小山貓清運垃圾 這堆垃圾堆放在人的區 一間透天錯前 垃圾堆在兩邊 只剩狹窄通道 附近鄰居動不動 抱怨連連 不需要用這樣 不讓人生命 完結了 資源回收的物品堆放在棋樓下 影響環境 滋生蚊蟲 鄰居更怕發生火警 抱怨屋主勸說勸不聽 還會爆發口角 鄰居長也拿屋主沒轍 只好請環保局強制清除 環保局協同警方向屋主勸說 強制清除 一共清除三卡車的垃圾 重量大約兩公噸 而屋主遭開罰三千元 清運費用也由屋主承擔 你給我清沒關係 我認分這獨不得 打到樓裡給我贏 台南登革熱疫情 目前已累積21例 就怕七樓下的垃圾再不清 要是變成登革熱高風險區 事情大條 這類觀章 台南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二十一 深刻的電視